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和尚也受刺激对吧 受受 我们永远找最八卦的话题来跟他聊 我不是和尚第一 你别再说我是和尚的 这侮入佛门 那你请你评论评论红尘当中的一点事 是请说 我先说出有一个一句话的短评 这句话的短评叫在婚姻爱情方面 竖楷模真叫扯淡 这是凭什么呢 凭风之恋 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说为大家竖楷模 但你们把他当成楷模 是吗 有吗 你不知道一直到现在微博上 我觉得这挺老土的说实在的 还在那诅咒发誓 说不管听风跟波姿怎么样 只要你爷爷和奶奶还在一起 只要你爸爸和妈妈还在一起 只要你大姨和你的姑父还在一起 什么意思 只要你的姨姨和你的姨父还在一起 你就要相信爱情 你说这叫聊什么呢 这什么意思 我完全听不懂 他很熟 他很熟 就大家现在实在找不到一个 就是你知道神话班或童话班的那种 永永久久的爱情故事 所以他家不是之前一直投射在一些名人身上吗 风之恋这个中间曲曲折折 本来还是感觉是这个海枯时代会坚定不移 山无人地无和才敢与君爵 这样子 哎呦 还叫古自学的不错 但是呢没想到 哎 现在还真的就离婚了 那又怎么样了 那 我完全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就我们需要楷模吗 就你结婚恋爱 你干嘛要拿别人当楷模 是你们家自个的事 对不对 你们两个能恋爱 恋爱到什么程度 能结婚能维持多久 好或坏 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 跟任何人都无关 就是我就跟你说啊 这个people啊 就是就是人民群众啊 需要楷模 他我发现也确实很奇怪 这就是原来我说你们这个粉丝的心理啊 当然又婷不一定是粉丝啊 就是说啊 他好像他的生活呀 黯淡无光 在无比空虚 所以他需要一个寄托来填满他的精神 哎 一个闪光的东西 比如说哎呦 他见证了我对美好婚姻 或者你比如威廉王子什么大婚 人家说了隔十万八千里 你高兴什么呀 对吧 哎 身边的整天那么多人结婚 你不祝贺 你威廉王子结婚 怎么成千上万的人发微博 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一件事 问题威廉王子本人知道吗 不是问题是那个我觉得也倒不是说他们就是楷模 我觉得威廉王子我也会看 因为他好看 那个过程 那是个仪式嘛 对不对 难得一见 你觉得挺热闹 臭热闹 我懂 但你没必要把他们就当成 就是活在一个一个梦里就是你看他们不断的这个意淫 为什么我在新时期我发现意淫这个词啊真是曹雪芹提出来啊 这是贯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他这意淫 你比如说意淫这个还一波三折 比如说到后来为什么他有很多人觉得可惜 你像现在一大批人是挺停封的 对 俩人一宣布声明离婚哈 两大帮支持者都表示祝贺 是吧 祝贺廷锋 终于甩开了这个婆娘 然后祝贺博之 正于甩开了这个虚伪的男人是吧 好 两人都祝贺 然后呢 你知道那那帮人就是哎呀 验照门的时候哎呦那廷锋 形象就很高大了 是吧 这是一个女人们说起我发现我所有的女朋友 说起这个廷锋啊 哎呦 觉得这种男人呢 真的是 是吧 对吧 就是而且我出去跟人家睡了 嗯 还拍了银照 回来他还很高兴 这样的老公嫁得呀 是吧 嫁得呀 但是最后也离了 所以你看他又痛不欲生 这实际上人家两人本人啊 我看据有些人说 对外都表示我ok啊 我很好啊 我没事 对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过程中 到底为什么到最后走到这一步 是这个真的很多私事是我们不理解 但是我还是真的认为我们的这个人身上 需要一些灯塔啦 就是在我的这个 但是我们有日常生活看到更多的都是失败告终的婚姻 或者感情 就是因为看太多这个 所以你要了解到就连楷模也难逃无常的结果 人间本来就无常 还说不是妙里出来了 哎 但是我跟你讲 又停 停凤 我跟他加点叫你停凤 我跟你讲 停凤 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啊 我的 我已经哎 问道 我已经回头是岸了 哦 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的思想感情了 偷下施主 对 我的思想感情已经改变了 啊 就是什么叫回头是啊 就回过头了 在原有的一切方向上都相反了 才叫回头嘛 就是你看啊 我现在只跟你讲真实的思想感情 我听到人离婚的消息啊 我快乐 真的 我不是说装的 不管是身边的朋友哎 呃 还是停凤 但是他们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我都快乐 我跟你说啊 谁结婚 过去咱讲劝何不劝离吗 我有时候还跟好朋友主持婚礼 但是我老实讲 我主持是主持啊 我祝福你们好 你们愿意吗 但是我心里啊 其实 也有嘲笑 也有可怜等等 情绪不太健康 你今天说了这话 以后保证就没人找你主持婚礼 那太好了 对不对 这就是你的想法 这是我逃不开的一个人情啊 你真哎 但是你要说实在 这位朋友谁说离婚呢 我现在真的我第一反应很替他高兴 真的 就甚至于有一次我有点过了 有个朋友说他老婆死了 我也说这是好事 哈哈哈 恭喜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中间丧气 我都说这是好事 他说为什么 哈哈哈 我一下也知道我说错了 这样我想说 你就自由了 后来我才想起来 不是离婚是老婆死了 哦 你知道吗 哎 我为什么我会这么感觉呢 因为你觉得自由 自由比这个约束枷锁更来的重要是这样子吗 因为他们终于不用活在这个我们规定的框框里面 就是在这个框框下你好像被逼着好像会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妥协 然后这个是违反人自由之意志 然后这个是违反人自由之意志 女人我不知道啊 这个反正男人中年的男朋友听好几个男朋友就讲过 他说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放松的一天是哪一天吗 就是签字离成婚的那一天 因为这个过程啊 往往是这个旷日持久 哎呀就是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这个爱因斯坦这个传记 他跟他第一个老婆叫马里奇 这个离婚啊 哎呦你知道所以爱因斯坦就是说他科学研究 他专门发表演讲 他说科学研究是人类逃脱感情烦恼的避风港 他就在这段时间还做出广义相对论的这个发明 但是你知道他同时在干什么 就跟他老婆这个离婚 找中间人通过中间人来说 因为怕伤感情 然后就知道这个财产怎么分 甚至最后诺贝尔要承诺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估计我能得诺贝尔奖 如果得了诺贝尔奖金 我把这个奖金给孩子给你 那么那边还谈 如果你没得诺贝尔奖金 那么怎么办 你又怎么怎么怎么办 哎呦就到了最后的那一天 爱因斯坦也得出这个结论 说那是我最轻松的 终于这个这个完结了 解脱了 所以咱们祝贺听风和播支 倾家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把你妈说的话 在这儿说一下 怎么跟你说话 你妈说什么了 规防的教训 对你妈说的很好啊 应该说的 我妈说 主要你如果两天 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想要离婚 就这个念头不可以有 就像我现在谈恋爱 也会觉得 你不能轻易说分手是一样 因为你有这个念头 在你的脑子里 就变成它是你的一个选项 那你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人就会开始选嘛 我要往哪个方向走 最轻松 永远做事情逃走是最快的 是最轻松的 相较之下 总比你这个披荆斩 你往前走这样 硬着头皮走 你会觉得是更轻松 所以你一定会往后走 那我觉得如果 它变成一个选项 你就很容易 这样这件事情变成真的 你怎么知道 你逃过这一关以后 前面不是柳暗花蜜 或者是一片前途 这称赛女性远见不够 可是我要坦白说一句 我觉得 你母亲 跟你说这句话 是个盗梦空间的移植树 怎么讲 你知道想一个东西 我们教书常常做这个实验 比如说跟学生们讲说 好现在开始给大家一分钟 随便想什么都好 就是不能够想犀牛 那他就会一直想 那你这个分钟的时候 我不能想犀牛 我只能想别人 你这个犀牛就一直在 你跟你说 你结婚千万别想着要离婚 你这个离婚念头就种下了 是是是 连宝们跟你想 千万别想 别离别离 是这样子 你妈在嗨 你妈婚姻还很幸福 非常好 是吧 那你也会的 这东西有点遗传性 是吧 对啊 你看到这个父母 所以说父母也是你的采摩 所以出来将来下一个 所以你说爱情 是不是需要坎伯 需要啊 就是你在感情上 你是需要一个学习的对象 所以大家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 找不到一个学习对象 可能他们自然会投射 在这些公众人物上 那我觉得或许 谢霆锋跟张伯姿 在这个经过 什么燕造我们事件当中 大家一度以为 他们该分手的时候 他们没分手 我觉得他们或许 而且那时候特别高调 还晒出那个什么 菲律宾求婚照片啊 这些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会不会是 他们也利用一种 外界的力量 来帮他巩固这个婚姻 因为既然外面 希望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试一试吧 我有种就是 一来当然我的知名度 也可以变得比较好 这是一种演艺圈的操作 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 然后呢 同时外面的舆论 让我们两个觉得 我们应该要在一起的 我们就算为了一点点孩子 为了一点点其他人 我们两个再试一遍吧 这个过去毛主席都知道 说我们在外边 要有个敌人 对我们有好处 有个美帝国主义 对吧 我们全国人民 能够更团结 但是我跟你说 我现在觉得都没用 结果都一样 这俩人 当然我都是马后跑 事后诸葛亮了 对吧 因为我就说 按照我这种相反论的观点 对吧 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并不看好的 我并不看好的 对吧 所以这个 就是说 我说的是什么 这个离 我跟你说 太烦人了 真的是 我们也没法避免这个东西 俩人最后谈了16个小时 你知道吗 闻到 也跟你一样 从上海飞回来 没什么关系 谈了16个小时 谈什么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从身边很多朋友的体会当中 我太理解 你知道这个事情 你就说 咱们就不讲感情 就是财产 因为现在你就越来越看出 离婚的时候 你看出本质 有个财产问题 你现在外界传说 什么是分了三个亿 孩子一个月给多少生活费 当然人家说 我们不告你们 可是你知道具体的 哪怕普通人 都是这个问题 比如说 咱先不讲离婚 但就是说分居 很多夫妻 分居你住哪 你习惯住在这 而且你甚至是你们有孩子 尤其他们俩 你有孩子 对吧 有孩子怎么去看 我老实讲 咱们这些你没经过的人 你不知道具体的感觉 你比如过去 咱也说很简单 说离婚 然后你有孩子的抚养权 然后让我去看孩子 对吗 是这么简单吗 你怎么去看孩子 你是要到女方的家里 去看孩子吗 那么女的将来找了人 你还到他家里去看孩子吗 你像爱因斯坦 说的就是说 我这个他的前妻说 这个孩子 不能到你和你新婚的家里去 跟你相聚 所以你们要找一中立国 还就是好像瑞士 说你们得中立的地方 麻烦甚至为此你要找个酒店 甚至为此你要有个假期 带儿子去旅游 这算你们相聚 而且太烦了 你比如你对听风来说 我习惯了在家里 想抱孩子就抱孩子 这么样的习惯 到将来会变成一种 那么样的一种见孩子 你知道吗 这个里边 更甭说钱的事 其实这个也没太大问题 现在很多离婚的家庭 也许男女双方都各自有了新人 那也是要互相去看原来的孩子 是不是 那他们还是照看 这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你看 谢霆锋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可是他们现在在外面 一样就是还是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不是 你知道很多中国人 有一个信念 有这个信念到现在 也不一定是老年人 年轻人都有这个信念 有个信念就是总觉得 我应该陪伴我的孩子 一起长大 觉得好像 我既然决定生了这个孩子 就不能让他 比起别的孩子来说 有这个缺损 这很多 如果有这个信念反而容易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规定 是因为他就担心 你不负这个责任 他担心这个爸爸离了以后呢 可能不管爸爸或妈 就不管了 所以我们才要谈 我觉得才是问题 我们才要谈一谈说 你一个礼拜起码来看三次 所以小孩的补习费 你一定要付 为什么 因为你付了 你才会有责任感 你才会逼着你 可能到学校去看小孩一下 可能今天来送个钱 看我一下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只是大家去 怎么讲 就是都离了 然后还有不潇洒 这中间还有牵扯 如果离了 就是一刀断干净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么多 大家想象的复杂 主要是因为大家离了之后 我不想要痛苦的部分 但好的部分 我还是想保留住 我还是希望你偶尔给我 就是你每个月定时 给我一些赡养费啊 我还是希望我维持的一些生活啊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希望 我们的亲情是在的啊 我们没有爱情 我们要有亲情啊 这样子牵牵扯 当然想来就烦了 我觉得跟竹若婷离婚 一定很麻烦 一定很简单 所以跟她结婚 一定要更忙 也要先想清楚 万一将来离婚 这我怎么在说什么 所以你看 又婷妈妈 当然收起结婚 和又婷一样坚决 不想那么多 结结结 反正到时候 离婚 不想那么多 离离离 我就像我那天说 就像有婚姻法出来 大家想那么多分房子 不好意思 如果要我啊 就离了 走 就是get out of my life 离开我的生活 我就是想拿回我的 财产啊 所以这就是女生要说的 就是 女生要说的 就是你得要有 自己的一个谋生能力 这是我觉得 在这个社会 不得不的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觉得 就算你今天回归家庭 当了家庭主妇三年五年 你还是要有一技之长 这是我觉得一辈子的事 你也不知道 你的先生就算不离婚 他也可能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意外身亡或什么 你难道你的人生 因此就crash 就整个毁掉吗 我觉得你不应该 允许自己这样 男人同样一样 那只是说 通常现在在这社会中 男人有一技之长 所以他这个 比较容易说 继续生存下去 但身为女人 你可不知道 男人的责任 这种全都是妇女的 冤仇深 我知道你这有的男明星 离婚离的那家伙 离分一半 你知道他为什么 跟那个驴似的到处去接戏 一年拍这个戏 都是东西给分的 所以我有一个课题 我认为国家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离婚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他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也是一个巨大的 离婚造成国民经济 不是损失提振 因为你要分太多给另外一个 你要继续生产 所以你是花更大的能力在生产 对经济是好事 对对对 你想这个不如好好充实一下 自己的一技之长 对不对 我们一技之长就只剩口技 这是充分做好离的准备 磨练口技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发现有一种倾向 就两口子一结婚 我已经见过好几对了 等等就生俩孩子 非常快的生俩孩子 你说这是为什么 现在晚婚吗 会不会 就是你晚婚 你的年龄本来就已经提完 所以你在这个生理的状态之下 你当然就觉得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结婚 就是要生孩子 我才要结婚 所以我既然结了婚 我就是立马就是要给孩子 因为婚姻最 现在大家如果说感情 也不一定要个婚姻值来保障的话 那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法律上给孩子一个合理的 一个生长的环境或户口 所以很快就会结婚 我也觉得是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人 以前可能还有很多人结了婚 不一定生孩子 但现在是因为跟过去不一样 是过去大家都好像都还会结婚 你可以结了婚之后不生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结婚 那他们如果要结婚 往往就是为了要生 所以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 所以整个策划过程都在一起 比如说开始策划 我们什么时候婚礼 婚礼后几个月生孩子 我们现在排排日期 该来搞一搞了 什么这一类的 可是我见到的男人 一般都没有女人热衷生孩子 他们往往会说 哎呀这个就是 他非要生 是你说男生非要生 不是男生 我说我见到的男人 他们往往没有他的老婆 更热衷于生孩子 因为男人也知道 就生了孩子 他逃的机会就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麻烦 所以你看 我觉得这好像是 整个人类这种动物 演化出一种很奇怪的状态 传统上讲 所有的哺乳类的雄性动物 都是爱生的 都是要到处跟女 但不爱养 对到处去搞 然后到处去生 但是今天的人类这种动物 由于避孕技术的先进 他们已经可以变成 就是不爱生 对不对 就不想生 好奇怪 这是革命 这是革命 人类会灭绝的 但是你不会灭绝 因为有女人 女人要生 可是他这个怎么讲 现在女生要生 但是男生如果你不要生 这真的有一天 就是就像现在少子的话 你的那个quality 男人可以送精子给你们 越来越不好 但是人类不同于其他 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原因 就在于在养一个孩子 过程中 你不是只把他养大而已吗 你在这当中 你有很多的感情 是可以丰富 我觉得 丰富彼此的生活的吧 所以我忘了 可以先学习 所以从我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 女人绝对就是事 对吗 他就是一辈子都是事 你对吗 但是你看 女人生一个东东 那俩孩子 他是个赌博 他在赌 比如说 这俩孩子能拖住这老公 咱不要说拖吧 或者说 孩子能增进我们的稳固 信仰相信我们永远到老 然后很多女人赌赢了 对孩子也很好 所以我想问 为什么男人就会这样被赌赢了 就是说 他就真的因为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男生就 就就就就就 都有 就收心 有的男的 真是一看孩子 哎呦爱上了 那就是什么情人都不要了 就就就就这样 就这样了 但是呢 好景不长的 好景不长的 也有一些就生了第二天就 对 对